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咱们继续完善什么 分页类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分页类咱们还需要完善有哪些 当然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对不对 不是说能凑合用咱们就用了 程序最好别那样 那样的话 后期维护起来会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首先咱们还是从功能上去说 对吧 比如说咱们显示分页类像这些 看一下 既有列表又有上一页下一页 又有这些记录 有的分页有必要这些全上吗 咱说最全的是这些对不对 当然还少了一个跳转面面 对吧 有必要全上吗 没有必要全上对不对 咱们做一个类 假如说我就做 像咱们前面看到论坛一样 就有什么列表页上一页下一页跳转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系统在一系统里边 有多种多样的 最好做成让用户可以选择的结构 用户想显示哪个就显示哪个 也就是在这里边 比如说用户想显示这里边哪个信息 就显示哪个信息 想把它放在哪个位置就放在哪个位置 这样就怎么做呢 很容易 你只要把这几个分一块放到数组里边去 然后只丢数组下标哪个显示 哪个不就显示的吗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把它分块 首先我们把它分成几块放到数组里边去 生命一个分页的数组 wpages 对吧 下标0 我们要的对应的是 就是共有多少条记录这个组分 然后按照nbf3号前面加一个 按照nbf3号 当然格式你可以用样式来做更好看一些 对吧 然后page s下标1把它变成竖图 那就可以从竖图里边选择去做了 本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对吧 然后这块也是 是不可以这样 然后再打了和page pages 2 先把这个代表 中间的序料 中间的序料 然后2是什么 从哪开始到哪块 多少条 放在这可以啊 然后pages 3 等于 1 2 3 3 3 4 5 6 可以吧 然后这块我们从 这个位置 x 放到 这来 这是第三个对不对 嗯 然后首页这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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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怎么两次 列表对吧 这是列表 然后这是墨叶 是把它放到了速度0到6的坐标里边 这块有一个小小的算法 什么呢 看一下我只要循环 不循环 对吧 指定假如的这个数组 $ar等于ary 数组里下边是 1,0 1,2,3,4,5,6 是不是6个值 然后我循环 $ar $ar 然后作为每一个数字N 每个值 这会儿用forH对不对 对 然后我要做一个分页的变量 $f配置的变量 一个空字无串 先生命一个 然后用f配置空字无串 也等于让pages里边的$分 跟前面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要数组里边每一个是连接在一起 但是我用数字做了一个连接 你看然后最后反过谁 $f配置 是不是f配置 反过这个是不是都连接到这里了 一个一个获取组合是不是都连接到这里了 你看你们说直接阻隔不就完了吗 这里边有一个第10号 不可能跟第10号有关系 这会儿是 鼠标按到没什么了 是吧 是吧 是不是跟原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没一下段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怎么样用户设置呢 可以让用户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参数 它设置掉的时候 存1 存2 存3 存4 存5 对吧 存这个参数 就不是我们这个数据了 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获取这个数据的 有 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FUN下方线 是盖的 ARGS FUN7 盖的S 通过这个我们都获取到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参数给这个数据 对吧 那你用掉那个传0 传1传2传3 这数据就0123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边 现在我在调用的时候我就可以指定了 你看 我指定 6 5 4 我就指定3个 那我们刷新一下 等着 我下边这是把它覆盖掉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用这个 如果 WARCUNT 什么 这个数量 在 怎么呢 数量如果有参数传递了 你还用声明电数组吗 不要对不对 如果这个数量 小于1的时候 我是不是看声明电数组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 是不是掉过来了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随便指定 你要指定 0 123456 指定6个数 我们这话去显示什么 是不是这几个全显示 比如说你不想哪个显示 我不想第二 这个显示 是不是这样就没有 我想将供多少页放到最后边 0 放到最后边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这供多少纪录 就放到最后边了 对 那这样的方式怎么的 对 自己组合是比较好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还需要加什么 等等 找一下 比如说这个URI 出问题了 现在是固定写test.prd 如果页面换成不叫test.prp呢 我怎么办呢 对 我能不能过取一个自动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话 再做一个方法 什么呢 就是 设置URI的一个方法 我只要 将这个换成这样 换成 $Z里边的 赛URI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看URI怎么过去 直接 $URI 怎么去 我们可以用 既然在哪个脚本里用的 能过去 这个脚本的URI 用什么呢 在超全局变量里边 server里边有一个 reques request URI 能过去这个 我们反复一下 倒入 URI URI 你看 能获取到一个 伤心一下 这是 这是少写的 少写的一个括号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方法 是吧 你看我点下一页的时候 这个地址 是不能传过来 是不是就自动获取了 那我再下一页呢 再下一页呢 再下一页呢 你看 配置等于什么的 是不是加上去了 对吧 那我如果 你看每个配置后面 都有个什么 程序里边 都有个问号 我把这个问号去掉 每个配置后面 都有个问号 是不是对我问号 我真的不加 好像没有了吗 我刷新一下 好 我现在 点下一页 是不是少个问号 那我需要在哪加呀 所有后面都没加的话 那我再 统一在 是吧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反归它的后边 加上一个什么 问号 对吧 看下行不行呢 对吧 小心一下 再一页 是不是加上了 但是再点 又多个问号 再点又多个问号 是不是这个问题呀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你看叔叔的直和这个 就不搭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要判断 什么 这个里边 传过来的 有没有问号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可不可不可以使用 什么 使用什么去判断 这样 用 对 如果 STR STR 是不是插找 插找 首先我们来收拾一下 这个 STR STR 这里边 对 查找 adful 在不在email里边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查找什么 UR 查找这个 问号 在不在这个里边 对不对 如果 它有问号 说明什么 说明它 原来就有这个值了 对不对 如果没有问号的话 我们干嘛 对 将URL 连接上 问号 是不是 如果有关号的话 我们需要干嘛 你看后边出现的什么问题 是不是多了几次 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进去 不掉 下一页 这会儿 如果判断 UR里边 现在是 先说一下就不 TES.PRP 这是当天URL的 它有问号吗 没有问号的话 它应该是判断 这是有问号的准备 没有一号这话 怎么写错了 言等于 是不是这句话 这个问题 再一下 问号得配置的人 是不是可以了 再点下一页 是不是中间没有连接符 对不对 我能不能连接问号 按照图 这两方可以在一起写 当然我们可以判断把它去掉 对吧 我让它好使 咱们再处理 后边之后 加上按照图 每一个后边加上的 配置等约 因为不加的话 它没有很多糊 对不对 它在哪个位置拉起来 因为它有可能有其他的参数 好了吗 看哪块 都加了吧 把这去掉 最主要就是 这主要就是处理 粽子串的功能 小心一下 下印 把这就去掉 既然后边加了 我们这块就不需要了 只需要加温号就可以了 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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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其他中间是不是都是用安德不可开的 对吧 然后这块有乱号相当于控一个电量没关系 对吧 当然咱们如果判断可以把它去掉的 这张系统皮皮书里面都有写 我们判断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处理这个了 好吧 咱直接将这个重复的去掉 是不是行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是打印这个UR果式 对吧 那如果带文号了 也就是有参数了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函数呢 你看 P-R-S-E-S-T-R 这是干嘛的呢 看这个函数 你看 对于这种格式的字幕串 这种格式的字幕串 还有这个 PraiseUR 你看 解析UR反复其组成的部分 看一下 这是UR一解析 是不是有这么多部分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先用这个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得到什么结果 这几个孩子 大家有可能没接触过 所以现在就接触一下 D-R-F-E-R 返回的是不是一个数据 D-R-R-F-E-R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D-R-F-E-R 我们看一下什么值 好吧 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P-R-S-E-R 是不是这种项 查语组算是后边的所有的部分 对吧 那如果有查语组算 咱们是要把这些去掉 留一个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画 看一下 既然解析地刹这里边都有了 所以我们判断 刚才看到里边是不是有两个变量 看手转转会更多 对不对 如果谁存在 R-R里边有 看一下 有Q-E-R-Y说明是不是在这些参数 对不对 如果有Q-E-R-Y 你看说明有Q-E-R-Y说明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咱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哪下 放到数读里边去 怎么放到数读里边 咱们再看一下 放在这个 你干嘛呢 可以将这种格式转换成到这个数读里边来 看到了吗 将这个字幕串放到这个数读里边去 输出数读 所以我们在这会儿就可以做一个output 使用这个prse str 将 $ar里边的Q-E-R-Y 这些字幕串放到这个数读里边 到处output的这个数读 那我现在你看一下这个output的这个数读 是什么 小心一下 是不是数读里边全是配置等于几 你我看不光这块用配置 你看我这块 假如有配置等于5 安德伯A等于B 再安德伯C等于D 你看配置等于5 安德伯C等于D 配置等于D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对吧 有这些东西 咱们需要每次点击 会新加一个配置 是不是把这个原来的配置给去掉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怎么办 有这个 是不是要删除这个数读里边 下标是配置的 对吧 那你看 怎么删除 output 我们直接可不可以用这个unside 删除这个数读里边 output里边 下标是谁的 下标是配置的 这样子去掉 那我们再删信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没有下标等于配置的了 对不对 那没有下标等于配置的 剩下的其他参数 是不是还得安安回去 对不对 还得放回原来的数读怎么办呢 这里边还得接触一个函数 这里边三个函数 解析的ur解析的ftr 对不对 有个http 标的查询 就是把这种多个字幕串 组合成构建成 用安德夫隔开的多个参数的形式 看这个只要传一个数据 我们就会把那数据再组合成数据 现在在这里边 out的数据是不是参数的数据对不对 他跟刚才解析字幕串正好是相反的一个 删除之后 我再把它组合 什么呢 ur再组合成什么呢 看一下 将 将 这块拿过来 将这个 out 我直接在这儿输出一些ur 你看一下 又组合成什么样了 相信一下 是不是a等于b a等于c等于b 组合成这样的一个总法了 对吧 所以我们既然有参数 然后我们也参与到了有这个 那这个参数 我们是不是还得跟前边的什么混合 原来记不记得里边 咱们在ur解析arr这个数据里边 arr数据是不是两个还有一个pass呢 对不对 假如说我这个 前面再加上到arr里边的 谁啊 pass 就前面提出来那个pass 插入组组织两部分 对不对 然后中间我连接个 外号 再连接个这个 你现在再看一下这个r是吗 是个tas.pp p 外号a等bc等b 是个完整的这个格式 那这么一堆的算法 目的就是干嘛 就是去掉 谁啊 去掉重复那个配置的名字 然后我们这会儿直接 等于ur 然后我们反过ur就可以了 你看这会儿当民主党 可不可以的 第六页 按那外衣的你给这个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会增加了吗 对 是不是就好了 这这样的话 我们就动态的获取到什么了 获取到ur地址了 你就不用少传一个参数了 但是这个不写的话 你从过的话 就直接写太太等于pcp传一个 就是用起来麻痹一点对不对 但这样的话会高效一些 好 因为这个比较多大家 会你需要反复看你 其他就知道 我把这几个注释给你写上 给你了解一下 这个是获取当前的ur 带参数的全都会得到对不对 也就是这太子点pp问号a等于b 然后安德胡c等于d 这样格都可以过去到对吧 然后使用判断是否有问号 有问号说明有猜数 有问号不就说明后边有a等于b 然后安德胡配置等于5之类的 这样的主要值值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如果有问号的话 我们就开始处理后边的参数 对不对 使用 使用 帕斯和QERY两个部分 那帕斯是什么 这时候给你加括号 给你写就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路径什么 跟下边的太子的点pp 是不是跟路径 插移积座串什么 就是 插移积座串是什么 就是后边的 如果按上面来就是a等于b 安德胡配置等于5 是不是就后边点部分 对吧 然后 如果有什么 这个QERY下标存在 下标在说明什么 有参数 对不对 因为有它的话 是这样到了回合里边 QERY它定位等于是什么 a等于 这是一个字笋 a等于b安德胡配置等于5 是不是这样的格式 对吧 然后用这个判断 如果有的话 这块使用谁 p a r s e 下标 这个函数 什么呢 将参数 也就是a等于b 安德胡 c c等于d 安德胡 配置等于5 对不对 使用这函数 变成一个数组 变数组什么了 就是我现在是放到output 这个数据 对不对 变成数组里边下标a等于什么 等于b 这里边b 就是c等于d 对不对 c等于d 然后out put 里边配置 配置等于 怎么 等于5 社会转成了这样的数组格式 对不对 转成数组格式之后 知道吗 怎么的 变成数组格就是 删除 数组中的 谁呀 下标 因为咱们就要删除从 下标是 配置的 对吧 是不是上完了 删完之后 再等到 这样之后 再使用 谁呀 http 下标线 bu 的qer 将关联数组对不对 变成参数字符串 参数字符串 怎样 只有变成a等于b and forc等于d 对不对 就没有 因为已经删除了 就没有配置等于5这个了 对不对 然后再和原来的 pass复合 再和原来的什么 pass复合 对不对 那整个这个过程 整个过程为了干嘛 就是为了除去 ur中的配置等于 几的这样的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再加 再点有配置等于几 重新设置对不对 然后 也 面接 就可以 重新设置 配置等于几了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对 好 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优化就优化到这 好吧 下这课咱们也就不优化了 因为这太时间太长了 好 好 我就拿CVP评写好的咱们开始做实验 好不好 大家也去用那个 咱们写这一类的整体过程 就让大家了解上分页的算法如何去写 对吧 具体的我们优化 用一个好的分人类 你就参考CVP里边的配置.class.pvp即可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点课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